不久前家住长沙县的李老太突然出现高热神志模糊等情况 家人想起紧急松医后老人接受了血液检查 结果显示白细胞明显升高提示严重感染 排除新冠肺炎后老人被送往神内重症病房进行救治 这个患者的话当时是因为一个突起的高热 然后剧烈的头痛意识模糊 然后报委员急诊的 当时因为他的这个症状很严重 然后的话诊断也不太清楚 所以就直接入了我们神经那个ICU进行治疗 通过询问病史 医生得知近期老人将吃不完的饭菜放进冰箱下顿接着吃 对此医生考虑老人是感染了里斯特菌 通过一个最重要的检查就是腰穿脑肌液的检查 然后我们做这个NGS的测试 发现它是一个里斯特菌感染 所以就确诊了这个里斯特菌感染的一个化农性的脑膜炎 然后我们就仔细的询问了一下这个患者平常的一些生活习惯 他可能是平常老人家两个人住在一起 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就是因为夏天嘛 所以就用冰箱里面的食物可能存放的时间比较长 就是可能我们白衣是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后面通过询问患者确实也有就是使用这个冰箱 长期放置了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病史 医生介绍里斯特菌又名单核细胞增多性里斯特菌 具有耐低温的特性 可以在冰箱住存的多种食物中繁殖 是冷藏食品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病原菌之一 故被人称之为冰箱杀手 带菌较高的食品有牛奶和乳制品 肉类特别是牛肉蔬菜沙拉海产品冰淇淋等 易改人群为新生儿孕妇老年人和免疫功能缺陷者 然后因为它相较于其他的细菌的一个不同点 就是它比较的耐低温 所以它在我们冰箱里面存活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它也被称为冰箱杀手 通常是就像这个老奶奶一样 就是这种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病人 比如说新生儿孕妇高龄 以及这种就是有免疫低下的人群比较易改 增强抵抗力因为它的易改人群相对而言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 对于我们冰箱的管理 首先是要做到定期的清洁 然后食物的分区存放 然后尽量的不要食用放置过久的在冰箱里面的食物 然后假如放置时间较短的食物的话 拿出来食用的时候需要充分的加热 医生特别提醒 冰箱不是保鲜箱 要正确看待和使用冰箱 果蔬最好新鲜买新鲜吃 生肉不能在冷藏区混放 生熟食物不要混放 冷冻也不等于完全杀菌 尽量不要吃隔夜饭菜 食物避免反复冷藏 定期清洁冰箱 建议每隔两至三个月彻底清洁一次 如有不明原因的头痛发热 请及时到医院就诊 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当 永远 也 魔